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自庆幸当时听了母亲的话 现在才有一个让人羡慕的美满家庭 作为台湾八点档的知名女星 崔佩宜也算是出道级巅峰的代表人物之一 凭借着电视剧《花》系列中的附加千金一奖 崔佩宜迅速打开了知名度 而她富太甜美的长相 也为角色加奔不少 真受观众喜爱 起初演的《包青天》系列也深入人心 事业发展顺利 崔佩宜的感情问题 却成了身边人竞相关心的问题 在节目中 崔佩宜说自己刚出道拍戏没多久 就有一位名导的太太介绍了一位正确公司大老板给她 明星嫁富商 这在好多网友心目中 已经成了最平常的配置 对于年轻的崔佩宜也不例外 但是这位 富商之前离过婚 还有两个孩子 这意味着 崔佩宜和她在一起后 就得当起后吗 这段门不当不不对的感情 也让崔佩宜的妈妈极力反对 但在富商送跑车 名贵包包等一系列的金钱攻势下 崔佩宜还是选择和她在一起 摄取卫生 只看到了眼前的繁荣 崔佩宜也在富商的催眠下越陷越深 两人交往后 这位富商也不断鼓动 崔佩宜不要把自己的钱交给妈妈管 也不要接妈妈的电话 对于这种霸气脑式的要求 崔佩宜也悉数答应了 而对于妈妈的忠告圈见 崔佩宜也怜而不轻 并且认为 妈妈是把她当成了一辈子的摇钱鼠 企图摇开一辈子 崔妈妈对这段感情的不理解和不认同 也让母女俩的隔阂越来越大 说到此事 崔佩宜也表示 我和她讲话非常不耐烦 回家后也经常摔门就走 不想和她沟通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崔佩宜也听了富商的话 放弃了演艺视野 专心当货妈在家带孩子 还答应富商 以后也不会再生自己的孩子 成功商人的套路都是一模一样 在骗崔佩宜安心当家庭主妇 赚钱养家的事 全由她负责以后 这位富商也没有了后顾之忧 经常跑去赌博 富商男友经常在外面挥霍 崔佩宜却在家里新甘情愿的当着尽职的后妈 看着女儿沉溺在这段感情中 崔妈妈也为了劝她醒悟做了很多尝试 无奈之下 崔妈妈一只脚跨出十三楼阳台 扬言要从十三楼跳下去 除非女儿和富商分手 崔妈妈也苦口婆心的说道 女儿 这不会有好下场 想必是母亲用生命来劝戒 崔佩宜也当场清醒 抱住妈妈的腿大哭 表示自己会和富商分手 妈妈的疑死相逼让崔佩宜瞬间醒悟 随即和富商分了手 也从这段畸形的恋情中脱了身 2001年 崔佩宜和韩义美国人森结婚 两人婚后的幸福生活 也让不少网友羡慕 如今的崔佩宜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想必和当初崔妈妈生死相逼 却分手分不开关系 也正如崔佩宜自己所说 幸亏当时听了妈妈的话 做了正确的决定 才有我现在幸福的生活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